哈囉 大家好 青銅竹冠軍 第二季 馬上開始了 這個小氣的鼻涕球 就在這個時候 來了一個富士人 要打 然後接下來二郎 馬上變身了 後面的椅子二郎也不見了 怎麼回事 到底怎麼做到了呢 嗨 還有一個七龍珠 富士人 倒掉了 好了 那麼第二季 我們當然是要把二郎 直接搞到四星 狂人熬夜熬了一整夜 真的沒騙你們啊 從五萬戰力 直接衝到五十幾萬 十倍 好囉 馬上出發 二郎 先小事伸手 這是電工的一個過程 分享給大家 一百三十九萬 還有聚合癌 也是必須倒下來 嗨 嗨 嗨 呀 你敢什麼啊 哇 二郎又來了 這次海帶直接變成了海帶湯 本場戰鬥 二郎獲勝 就在這個金藥關頭 你們一定忘記這一關了 這個是精英關卡之獸王 我也忘記了 事實上這一關的追擊非常痛 二郎已經是遇到問題了 非常嚴重 獸王每一下的追擊附帶了受傷 有受傷他的夥伴就會一直追 這裡還是一樣 背心大師最後一口氣通通都倒了 就在這個時候該怎麼辦呢 三二一 繼續打 六十二碗 少了一隻 還有三隻 看來二郎快守不住了 這一條血沒有就躺了 怎麼辦 到底該怎麼辦啊 沒有復去啦 這一次真沒啦 就在這個時候 準備歡迎原子武士以及背心尊哲 同時祁鈺左下角 眼燈藏了 馬上祁鈺先來一個單手拳 哎呀漂亮啊 背心尊哲怎麼只有撞兩萬三 二郎這一次吹過去 獸王飛掉了 就剩下一隻頭目了 原子武士打完 這一頭二郎看來快撐不住了 不是二郎啊 是獸王快撐不住了 不過就在這個時候 原子武士還是沒有能夠說掉獸王 獸王只有一個技能 後排 後排還有兩隻 背心尊哲還能不能存活呢 這一回合是不是可以收尾了呢 這個強大的獸王 還是沒有收尾 獸王再開一個技能 背心尊哲又倒了又剩下二郎了 不過這個時候 二郎終算是贏啦 好了我們馬上要來提升二郎了 但今天的影片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搞了超級久 而且很慘 格鬥勳章不夠用 所以這邊我們就直接給他買滿啊 鑽石也刷完嘛 很正常對不對 然後開啟天賦的時候 總共要50個格鬥勳章 非常多 這一點真的快拷倒我了 我這樣子東翻西翻 我非常痛苦 我感覺我人生快沒了 沒了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裝備 還沒有要開 等一下先給你們看 目前是37個對吧 不過先來看一下 這裡 這裡沒有啊 這裡也沒有 這裡有一個 但是CP值比較不高 只有五個 沒關係先買了 好 確定都沒有我們這邊再買一個 然後 史上最悲催的事情 要發生了 欸啊怎麼沒有格鬥的啊 這是幹什麼來的啊 如果你們真的天真 以為一個人在走衰運的時候 就會這樣停止 那當然也是不可能囉 先抽個籤 決定命運 小吉啊 真不是大吉 唉 沒關係 我們再來 釋放煙花 你不給勳章 我們還有很多方式 這裡還有 這裡還有三個 我就今天不幸搞不出來 給你搞到2023年都沒有問題 把格鬥殉章先給他弄起來 這一次 自選箱 沒問題了 幾個了 應該是40個 還有這裡 哦耶 再刷新 哦耶 又有了 是不是要成功了 我們來檢查一下 這邊技能趕快給他按完 四十七 四十七 剩三個 這麼簡單 那有什麼問題咧 又不是三十個 你們說對吧 三個隨便撈都有 欸 啊這個獎勵怎麼沒啦 好 我們先把二郎擺上來 先來通編新手的一秒人 三秒兩秒一秒 一秒人 打了 像這樣的新手關卡 我實在是忘記後面獎勵是什麼了 你要打到下一關才可以看到後面的嘛 要破關才有 所以 二郎 繼續打 看到阿修羅 一下 一擊必殺 好了 也差不多了 我直接告訴你們結果吧 結果就是打了很多 然後後來什麼都看不到 就一直打一直打 這邊還有一個汽車人 他本身有部區 後來二郎 直接把他毀了 等一下你們看喔 還有一下 來了 突破部區 汽車人 倒了 我都已經打到二周目去啦 終於看到一個 但是這個是普通的樣子啊 怎麼 怎麼送 送這樣的道具啊 沒關係 還有 三個 我們就差三個啊 隨機 不可能這麼倒楣啦 來 欸 他怎麼又是沒有格鬥的啊 這箱子有問題啊 現在太讓我們心通了 看來只能出絕招了 我們再刷新 沒鑽石了 還是沒有 這是什麼遊戲 這是什麼世界啊 欸欸 有什麼好A的啊 四個一定有啦 打開 就欠三個 有沒有 沒有 怎麼會有這麼慘的事情啊 這個遊戲不公啊 這我已經生出一堆箱子了 我還有什麼方式有箱子啊 來了 這一次你躲不掉啦 這個是任選箱啊 終於 二郎 可以開啟天賦了 這個畫面真是太美好了 我們終於可以好好的睡覺了 唉 你個二郎 我們今天 單挑 背心尊責 SSR 不用任何幫手了 直接跟你對打 我看你是能防還是二郎 能垂二郎這一次過去 直接一擊必殺 準備進入第二場 有了 終於有一個碎片 彌補我們一點 剛剛的悲劇 到了第二場 還有沒有碎片 嗨 這一次還是一樣 背心尊責硬生的就是倒下了 還是一樣 又有碎片又有指魂 第三場 嗨 你好 背心尊責 九十九萬 哎呀 啊 分場戰鬥二郎獲勝 怒狐IOS388區的玩家 你們聽好了 我的二郎 從一天 總戰力總隊伍 五萬抵達五十幾萬 我現在已經開啟天賦了 鑽石組一個也別想跑 終於一天我告訴你 你們這些人 完全是打不過我的